關於內閣如何調整 我和總統都有討論 明天就會知道結果 請大家耐心等待 分對立法院朝野沒有共識 那預計最快4月才能領到現金 那院長怎麼看 經濟成長的果實要讓全民分享 政府決定要給全民開春後 就有6000塊錢的祝福 只要立法院預算一通過 就可以馬上發 這是人民的期待 也是政府的努力 希望立法院儘快的能夠通過特別條例 並且讓行政院能夠依特別條例 來編出預算送到立法院 只要立法院一通過預算就能發 拜託立法院能夠快點審查通過特別條例 快點審查 讓我們能夠快點編到預算送立法院 同時讓全民能夠快點領到6000塊錢 院長明天立法院臨時會章結束 那外傳明天內閣會正式改組 那經濟部長王美花 交通部長王國財會留任 那花進群代理部長和薛瑞仁部長會離開限制 那林宥昌繼承市長會接掌內政部長 那請問院長的看法 關於內閣如何調整 我和總統都有討論 明天就會知道結果 請大家耐心等待